我们拜托通货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内部环境 一起跟我们来看看吧 放松 这是办公室 因为现在去放暑假的时候 学生们都没有上课 现在学校在装修卫生间 这些墙上的东西都是学校自己搞的活动吗 校内汇聚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是的 剪剧吗 对 学校校内人 但是太明白是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 学生自己做的吗 是的 这是恩义和格的学生吗 对 除了这些 这应该是新疆人吧 是的 然后这些是中国学生 是的 然后这应该是 这个关于越南西国二十里的 对 还有什么 WDD这样开头的应该是什么国 欧美吧 对 小明星有什么比例 各个国家 好像欧美的比较少一点 那个叫什么 东南亚稍微多一点 中国学生是50%多吗 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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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台湾 韩国也有 台湾 韩国也有 台湾 韩国也有 不太贵 很便宜 韩国也很便宜 那个一般一字 一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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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分班的考试 是的 是的 6月29号分班的考试 新月什么的 是的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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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高级的 也是中国学生多 就是 对 美国学生多 看这是A班嘛 A班是中国学生比较多 对 就是我们中国学生学日语比较厉害 对 名字 然后如果是到那个初级班的话 就是外国名字比较多 就他们可能学汉语什么的 学汉字都会比较难一些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进入一个 档次比较高的班级 你在国内希望能够多学一些日语基础 这样来了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比较高级的班 然后学校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 有这个自动贩卖机啦 水啊 茶之类的 然后这边是做咖啡的 我觉得这个机器还蛮 蛮先进的样子 可以喝咖啡 Ole 就是什么 叫什么 国内叫什么 咖啡 叫什么嘞 你经常喝那个 Ole 美食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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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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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冰咖啡 可乐 冰可乐 而且很便宜 一杯只需要六十日元 人民币是三块六 确实便宜 还有可可 米陆可可 然后就是这什么 卡拉米陆那个 焦糖的那种 还蛮好的 嗯 国内的地方 交流 交流イベント 对 嗯 有种 祭祭 咖啡 咖啡 你看 这是 这种 Yugada的穿着大会的话 嗯 咱们租的时候 上次是六千日元 学校只需要收三百块 然后 如果是 就是借的人 如果不用借的话 就不要钱了 嗯 所以学校组织的活动就很便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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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A6 学校有多大规模呀 400来人 嗯 浅草 我们还没有去浅草 我上次你有去哈 这有很多介绍啊 你看吃饭的路路就是规则 电车的规则 电车的规则 走路的规则 就是日本是一个规则的社会嘛 就是你不管干嘛 都需要有一个叫路路 规矩 规矩 制度社会 所以就是 当来的学生可能会觉得 这好多事啊 什么都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对 但时间久了 适应之后可能回国就不适应了 啊 杨米 是大家的偶像吗 啊 我今天要介绍的人是杨米 哈 杨米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歌手 这也是杨米耶 竟然有两个杨米 这么多人像 这有个韩国的 这个是介绍日本的 这个是介绍日本的一个什么 一个偶像 啊 什么玄师 这个介绍的是那个艾玛 艾玛 就是 哈利波特里 嗯 他叫什么呢 台湾的 什么轩 对 肖亚轩 不不不不不不不 徐若轩 徐若轩 对 但这个是不是那个李 阿拉西里的 阿拉西 大一致 已经三十八岁了耶 这才是这样的 你们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都长差不多吧 没得 对 咱们上课会收手机吗 啊 一般 教室内场一致 自由着用禁止 但是不会收起来 那些学校在门口会挂一个 脸 嗯 네 有些学校在门口会挂一个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附近有幼儿园,大学,高中,中学很多 这个是大学校里面的网球场是吧 是是是 你看咱们在这里还嫌热,人家在外没运动 学生可以用吗? 应该不能吧,别的学校,到这学校里面的 这样好好看 嗯 是吧? 对 新宿のビル群なんで 新宿もすぐ近く あそこ? うん キラキラのビル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夜なんて結構きれいですよ うん だから結構すぐ近いんですよね 今度は行きやすいし 对,我今天有看到有人拿一根长竿子 然后上面带一个这么大的小网子 那是什么运动的东西? 是吗? 真的 昨天以前还说过那个,他的小哥哥好像干过那个 是个运动吗? 好像是一种运动 球类吧 哦 就看起来很可爱 就看起来很可爱 咱们关于就职也会有相当的辅导吗? 对 看起来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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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职 面接の練習であるとか あとは服装とか そういう指導は 授業の後に先生が教えてくれる うん 翻譯一下 就是就职辅导 因为学校觉得能做的不是很多 因为是公司和学生之间的事情 所以学校会就是那个进入相谈的老师 会跟你讲比如说怎么穿衣服呀 要怎么去联系呀 怎么面试呀 这些礼仪方面的东西 但不会特别多 嗯 生学方面 生学就是刚才下面讲的那些 嗯 外套保修也会有贴一些介绍 对 我们学校4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学校校外 嗯 别的公司来到我们学校 然后这个教室里 有那个寿命会 嗯 比如说姓生来了以后 他们想打工呢 就会做相应的介绍 如果日语来的时候就不错的话 也可以去打工 是的 嗯 嗯 好的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小花老师 现在我们又跑到了这个中野区中东这边来 然后是呃 叫East West 然后是呃 叫东西日本语 这个所谓宇宣学校 之前看过我们视频的学生应该知道 通口老师之前去我们公司拜访过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西日本语来参观 嗯 我们先给大家稍微的 简短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然后一会就去看看学校的那个内部的情况 然后咱们学校的话是嗯 地理位置在中央区中野区嘛 然后就中央二丁目这边 然后因为我不是特别熟悉 所以我是坐呃 JR然后坐到了中野中野车站 然后走过来的话大概要19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三个就因为比较劳累 就打了一个出租车 然后其实咱们这边有比较近的车站的话大概是两个 一个是JR做中央线的话叫东中野 这站出来走路要10分钟 然后还有一个地铁线叫中野板上 这两条两个车站的话距离我们学校是最近的 分别是大概10分钟的样子 嗯 然后就是目前我们在一楼的时候觉得学校的那个牌子就是黑黑色的嘛 然后其他的他的墙是白色的感觉 非常就简单大方的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是学校法人 这整个楼也是咱们学校自己盖的对吧 是 嗯 然后就是设施上方面也觉得非常好看 嗯 现在是正好学生放假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教室什么的 现在咱们学校的定员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400左右 400左右 嗯 中国学生的比例呢 嗯 大概35左右 35 是 嗯 欧美的学生多吗 嗯 不太多 不太多 其他的话就是东南亚的比较多吗 啊比较多 嗯 嗯 越南呢 嗯 或者那个什么 嗯 一不二 念电 是这样的 好的 因为咱们学校的学校法人不需要交税 学费相对来说也挺便宜的 是 一共是七十几来这样 呃 学费的话只有学费的话一年是六十万 六十万 嗯 嗯 然后第一年加上入学精选考量 大概是七十一 嗯 我们学校是呢 一共是六十八 一共六十八 嗯 第一年才六十八 没有上七十万的学校真的是很少了 嗯 嗯 好 呃 关于咱们这个楼的话一共是多少层啊 呃 四楼 一共四楼 嗯 对 哪层多少教室呢 呃 四个教室 嗯 大概十六个半 嗯 四层 目前你觉得咱们中国的学生好管理吗 啊 对 好管理 现在呢 嗯 嗯 相对其他国家的学生还是更爱学习是吧 是的 嗯 那日语方面呢 就是怎么说 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让学生有一个最低级基础 但是真的来分班考试的时候 是进步比较快的比较多呢 还是说还就三个妈妈就是初级的比较多 啊 一方 有的学生那个比较快 比较快 嗯 但是那个有的学生那个 嗯 那个 嗯 一般 哈哈哈 咱们在教生的时候 嗯 就是希望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呢 比如应进条件上 嗯 就是我们 嗯 主要是那个认真的学生 认真的 嗯 比如说学历方面高中以上 啊 最后是那个 嗯 高中以上 嗯 万一如果有中专或职高的学生的话 就是所谓的三校生想申请的话 嗯 嗯 我们是可以考虑接收的吗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然后就是这些方面要求的不是特别的皮理系 但是要面试一定要认真的学生 是的 哈哈哈 对我记得上次老师来我们这儿 呃说的时候说就是不能有纹身的学生 嗯 哈哈哈 啊对对对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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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特别的其实 是是是是 这个是 嗯现在也许这样子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有时候会爱时髦 嗯嗯 他不一定是学坏了 他现在就是觉得啊好看 可能再有那么一点点想画画什么的 偶尔也会有 嗯 但是在日本的话 这咱这边还是比较建议这一点 嗯 嗯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不行的地方吗 嗯 嗯 一般 现在 嗯 还好 还好 哈哈哈 好的那关于升学的话 嗯 咱们这边比如说 为了让学生考入更好的有名的学校了 因为中国学生现在很重视升学 嗯 就是语言学校这边如果只学半天日语 经常会觉得 另外半天可能时间就是浪费掉了 或者说希望能更多的学习知识 咱们都关于升学方面的指导的话 比如说高中升考本科一級幼的辅导啦 然后本科升考大学院的辅导啦 我们是怎么做的 啊 就是那个我们 您可以说日语 哈哈哈 えっと進学の指導に関しては 授業が終わった後に 先生とマンツーマンで指導します これはあのお金がかかりませんので それで必ずその場合先生はすごく忙しいので 事前に先生に予約をして それで予約の時間に一緒に先生と話す というスタイル 好的 就是大概是 课后的时间 跟老师单独约时间一对一指導 然后 因为老师比较忙嘛 担心排的不好 所以说会提前要 需要跟老师先约 高中生考本科科大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制度吗 是 关于EGU的话我们有担当辅导吗 考试内容什么的 一応選択授業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 それでEJUとかJLPT それの対策のクラスがありますので もしそれ試験を受けたいという人は そのクラスに登録選択してくれれば その対策クラス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就是有专门对于这样的EGU的班 和尚大学院的班 然后如果学生想要报名的话 可以当时候選擇报名 然后 但是要日語基础N2水平 中級水平以上的是吧 是 あとそのEGU試験で 数学とか科学とか物理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勉強したい人は EWの授業の後に 特別授業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はお金がかかります 一回の受講料が1000円 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制限があって 人クラス 例えば数学が10人以上とか その数が集まらないと受講できない 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ので ちょっとそこだけ注意してもらって だから必ずそのクラスがあるかっていうと ちょっとまで分からないっていう感じ そうですね 今も大久保とか新宿にいっぱい塾あるんで それの方が専門的に中国語でも使って教えてくれるから その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だから本人はどのように見える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れからOMPラスを追加させることを ホームに入る皆さんに変わって それでは bankruptと cartが2個で ちょっとは2つを zor Theyに行くよ 一辺だったら そういう pra Marinesが来る人から 那么那么太吵,那边人太多了,坐两站去上学,然后回来住,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的。 就是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员工,他就是以前住在中野这边,然后一到这儿我想啊,我们是谁是哪个老师的故乡。 然后整体的话,宿舍我们的宿舍大概是什么位置? 对于我们的宿舍,我们的宿舍基本上是有的。 所以现在大久保新宿辺里面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専用的不動産店有很多。 所以我们的宿舍来日前,直接订阅一下方便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的宿舍是非常便宜的。 因此,我们的宿舍学生的量是不动産的会社。 所以我们的宿舍是不动産的会社。 所以我们的宿舍是不动産的。 是在留合格的时候,会帮学生一起介绍的联系方式吗? 是的。 就是东西日本与这边的话,里奥是不给大家配备的。 但是因为在新宿这些地方,就是专门给外国人租房子的中介非常非常多。 然后在留合格前后,学校这边会介绍不动産公司给学生。 但是这个不动産的话,因为现在做的比较多嘛。 有些就是担心学生会被介绍到比较高价的房子啦什么的。 但这边有合作的比较,中国有一个词叫靠谱。 有没有比较侦选过吗? 对于这样的东西。 就是咱们觉得新邮得Kill开下。 应该是那个新邮得Kill开下。 应该是那个新邮得Kill开下。 最长期合作的公司。 是的,是的,是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 这个目前来说,学生来了以后,给您反馈过他们您介绍的这个宿舍的中介。 租的房子如何吗? 咱们会不会问一下学生你这个房子怎么样啊? 多少钱啊? 住的还好吗?之类的。 可以,都可以的。 没问题。 好的。 那就是他们介绍的话,就根据学生的要求,就在学校的稍微周边一点的地方选择。 是。 我们这边的房价大概是什么价位? 一般来说,住两个年的话,四万五万左右。三万。 哦,四万五万左右。 嗯,嗯,就是说更多。 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房子。 这些房子的房子 都是更多的。 强调到的広大街。 好多的地方。 对于新的房子。 工具材来的了。 大街市这些房子。 大街市的房子边从中部部家的房子。 那么一个更多的地方。 也有自己選擇的選擇 基本上我們就了解這麼多吧 我們去看看學校 好的一會見